韩若婷站在爱莫里总部大楼外 微微仰着头 头顶的阳光热烈明媚 她眯着眼睛 嘴角忽然泛起笑来 楼外排了长长的队 耳边有细碎的一轮声 大楼外的超高倾屏幕里正播放着广告 那是爱莫里最新研发的机器人 是的 爱莫里是国内著名的科技公司 以研发智能机器人为主 进入21世纪 人工智能发展迅速 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创新发展 人工智能已经和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 而智能机器人 则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体现方式 曾经在电影中的场景 如今在21世纪中间 早已变为现实 一个月前 爱莫里公司更是研发出了 号称本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爱长存智能机器人 广告还在重复 你失去过亲人 朋友或者爱着吗 你想要他们再回到身边吗 爱长存 还你所爱 队友越来越短了 进去一个人出来的去世两个 他们的脸上都带着灿烂的笑 韩若婷终于低下头 紧张地捏紧了手里的银行卡 进到楼内 排在韩若婷前面的最后一个人 也带着心满意足的笑离开了 他抬头 对面站了一整排的人 有男有女 有狼有少 而她的目光一下子 就落到了右边 最角落的地方 但是一个干净的男人 穿着白色衬衫 皮肤不算白皙 是健康的小麦色 眉眼柔和 便是不孝 也能让人感受到 如沐春风的温和 韩若婷的眼眶瞬间就湿了 脚步一迈 便要冲上去 工作人员 眼疾手快地扯住她 小姐 请先填资料交钱 嗯 好 韩若婷深深吸了口气 跟着工作人员 走着一张桌前 填了一张用户资料表格 然后又交了围管 另一个工作人员 已经带了那个男人走过来 韩小姐你好 感谢您购买 78号爱长层机器人 这里面是说明书和遥控器 她递了一个盒子过来 请您谨记 一旦78号知道自己机器人的身份 她的系统便会瘫痪 体内的自爆程序会自动启动 进行强制销毁 韩若婷点头 一手接过盒子 一手握住了男人冰冷的手 阿琪 我们回家吧 韩若婷和顾琪的故事 一直要追溯到大学时代 记得开学那一天 没有风天空很蓝 2040年之后 科技的高速发展 导致了环境恶化 韩若婷已经数年 没有见到过那么蓝的天了 她挤在人马为患的地铁里 很不舒逆地坐在行李箱上 一只手拿着手机和老妈通电话 电话还没打完 一抬眼就看见一个贼头贼脑的小子 伸出一只爪子 探向了某个男人的裤带 韩若婷有个当警察的老伴 从小就正义赶爆棚 一看有爬手偷钱 当下就怒了 顿时一声怒喊 你在干什么 上前就是一顿胖揍 打的那爬手毫无还手之力 一个劲的叫救命 一车厢的人都直愣愣地看着 实在不能想象 一个娇滴滴的姑娘 如何能有这样强大的战斗力 干什么不好 竟然做小偷 老实点 不然就送你去警局 以后还敢不敢了 他说哪还敢说别的 连声倒不敢了 韩若婷劈手 夺了他手里的钱包 鼻子里哼出一声 然后转头看向施主 那是个很干净的男人 面色柔和 唇边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 你的钱包 下次注意点了 男人看了他几秒 伸手接过 声音轻柔 谢谢 韩若婷很豪迈地混回首 不客气 这时正好地铁到站 他急匆匆地就拿了行李下车 转身的时候 隐隐有几个调笑的声音 似乎有人在说 七哥 你真是被英雄救美了 第二次见面是在军训汇报表演上 最后一个项目是由上一届的师兄表演格斗 原本还空荡荡的观众席上 似乎一下子就挤满了人 韩若婷所在的方阵已经会演完毕 一堆人盘腿坐在草坪上 他偏头对身边的室友说 这什么情况啊 室友丢了个白眼 你不懂了吧 听说有大神要下场 神能不多吗 大神 计算机系那个顾琪吗 女人坐在一起就爱聊八卦 韩若婷对于众人天天谈论的人物 自然不陌生 没错 正说着 就看见有两个人走向了场地 观众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欢呼 韩若婷默默地套了套耳朵 两人走得近了 他们的面容在韩若婷视线里渐渐清晰 稍微高点的男人 一身泥彩T恤 五官柔和俊美 韩若婷一愣 这不是那个被偷钱的帅哥吗 场中的表演已经开始 两个人你来我网不像表演 更像是真的在打架一般 你一个扫腿 我一个拳头的 看的人轻叹不已 韩若婷扎了帽子遮住脸 心头大酒 对你马的武力值 感情老娘前几天的建议 勇为是白搭 顾琪和钟轻云两个人 实打实地干了一架 浑身都是汗 钟轻云一个拳头 垂在顾琪肩膀上 你小子下手够狠啊 彼此彼此 他笑了笑 转头看向草坪里 绿油油的一群人 似乎发现了什么 唇边笑意更深 韩若婷发现 自己总是能碰见 传说中行踪飘忽不定的大神 对这种别人羡慕不来的狗屎 他表示很烦恼 每次见到顾琪 韩若婷恨不得挖个坑埋了自己 这种情况在某个师兄说了句 哎呀 这不是上次救了奇哥的小师妹吗 之后更加严重 试想 在武力值巨大的大神面前 斑门弄斧 绝对是一件丢脸的事 因此 韩若婷将桃子绝发挥到了极致 奈何在图书馆某个角落 他还是悲剧地遇到了大神 顾琪和钟叔放回了书架 一只手插在裤兜里 目光淡淡地落在韩若婷身上 那个 师兄好 他扯了个大大的笑脸 师兄再见 然而脚步还没迈出 就听后面一个不咸不淡的声音响起 你是在躲我吗 没有没有 那个 我真有事 一道阴影披头照下 韩若婷一愣 抬头就撞进了顾琪漆黑的眼眸里 两人已经站得很近 他甚至可以清晰地闻到 对方身上飘来的淡淡沐浴露香 耳朵一下子就红了 他悄悄后退了一步 结结巴巴地道 是 师兄 你要做什么 你看不出来呢 顾琪微微皱了眉 五官还是初见时那样柔和温润 我在追你 阿若婷从来没想过会在大学里谈恋爱 更没有想过毕业后就结婚 可是遇上顾琪 他所有关于未来的设想都被打乱了 这个看似温和 实则霸道的男人 不动声色一点一点地入侵了他的生活 他不是个会说话的男人 他的爱内敛而深刻 就像是每个雨天永远偏向他的伞 也像是冬季里 每件都有口袋能供他暖手的大衣 从校服到婚纱 他们走了四年 韩若婷一直都记得 那个灯光璀璨的大厅里 他的声音随着话筒飘散至每个角落 他说 我愿意 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 富裕或贫穷 健康或疾病 快乐或忧愁 我将永远爱着你 珍惜你 对你忠实 直到死亡将我们分离 一滴泪 悄无声息地滑落 韩若婷从冬长的回忆里抽身 怀念爱怜地看着床上熟睡的男人 素白的手指慢慢地俯过他的脸 从眼睛到鼻子 最后是嘴唇 阿琪 我很想你 手里遥控器的电源灯闪烁着 他轻轻地按下了开关 顾琪睁开眼睛 视线里是白花花的天花板 再往下 电视背景墙上挂着的是 他和韩若婷的婚纱照 忽然有些恍惚 他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个 很长很长的梦 梦里有划不开的痛 可却不知道原因 阿琪 有一只软糯的手握住了他 回头就看见 韩若婷正侧着头在笑 婷婷 早上好 韩若婷一下子就笑了 附身靠在他身上 都中午了 男主 爱长存能让失去的人 重新回到身边 爱莫里公司会根据顾客的描述 制作出最完美无缺的 爱长存智能机器人 他们拥有与生前相似度 高达95%的身体 拥有生前的所有记忆 除了胸腔里跳动的不是心 而是仪器之外 他们与活人并无太大区别 韩若婷 韩若婷闭着眼躺在他胸口 心底微微发色 两年了 他终于又回来 阿琪 即便是死亡 也不能让我们分离 第二日清晨 阳光细碎地洒进房间 韩若婷睁开眼 身边的位置已经空了 他一愣 昨天发生的一切 仿若都只是一场虚无的梦 你醒了啊 快点过来吃早餐吧 往口传来一个声音 顾琪带着围裙 就站在门边 韩若婷还没反应过来 顾琪就已经走到了床边 大手揉着他的头发 睡傻了吗 他忽然扑过去抱住他 轻声地喊 老公 对于自家害羞的老婆 突然这么热情 顾琪难得地争了一下 怎么了 韩若婷摇头 他只是很害怕 空了一半的床和冷清的公寓 好了 快起来吧 今天周末 我带你去看电影 吃过早餐 又在家磨蹭了一会儿 顾琪带着韩若婷 去了剧衣广场 那是宁城著名的购物广场 时间尚早 电影院里人不多 顾琪过去买票 回头却看见韩若婷 在入口处发呆 想什么呢 韩若婷握住他的手 笑了笑 在想我们第一次看电影的事 顾琪闻眼也笑 而是他们第一次约会 韩若婷至今记得 那天的顾琪穿着浅蓝色的衬衣 最上面的两颗扣子没扣 露出诱人的锁骨 售票小姐笑咪咪咪的推荐 要看恐怖片吗 很多秦瑞看的 秦瑞两个字 但是让韩若婷红了 偷偷瞄了一眼顾大神 想象着顾大神看恐怖片时的表情 是依旧淡定自若呢 还是大惊失色 咦 怎么想都觉得怪异 不看恐怖片 她下意识地说道 随手指了一部片子 看这个 售票小姐愣了愣 随即露出我懂了的表情 顾琪似笑非笑地靠过来 在她耳边道 原来你喜欢这种口味 韩若婷一脸莫名其妙 抬头去看屏幕 只见她手指的那块屏幕上 明晃晃地播放着一张海报 上面赫然两个大字 四界 想起当年的囚事 韩若婷有些啼笑皆非 顾琪手指着不远处的一张四界海报 笑盈盈地问 夫人还想看四界吗 这家电影院 时常会推出一些老电影 韩若婷脸颊爆红 狠狠掐了她一把 顾琪也不在意 只是老生大笑 她性格温和 极少有这样情绪 明显外露的模样 韩若婷看着她俊朗的侧脸 眼里满是别人看不懂的神色 这场电影并没有看成 即将进场的时候 顾琪遇上了程飞 那是大学时的一个校友 长得很漂亮 当年也是顾琪的追求者之一 程飞早就吞去了校园时代的青涩 整个人都散发着职场女性的魅力 她与同行的朋友说了几句 便朝着顾琪走过来 师兄 好久不见 一个人吗 顾琪前前笑了下 威尔 和婷婷一起的 程飞笑容一致 她最近都好吗 我刚回国 你们结婚时我没能到场 实在很抱歉 没事的 前段时间听人说 你们之前出了车祸 伤得不要紧吧 阿琪 韩若婷几近不受控的声音响起来 手里端着的可乐撒了也顾不上 静止就冲过来 程飞吓了一跳 啊 天天 你这是怎么了 韩若婷的心跳还在失控 刚才看见程飞的时候 她几乎要不能呼吸了 即便程飞才挥国 她也害怕 害怕她知道那件事 害怕她一时失口 阿琪 我不想看电影了 我们走吧 顾琪低头 看见她脸都白了 当下也不再多说 搂着她抱歉地对程飞点点头 我们先走了 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程飞疑惑地皱起了眉 想了想 还是拿出手机 打了个电话 喂 小米 我刚才看见顾师兄 和韩若婷了 那头不知说了什么 程飞的脸刷得一下就变了 顾琪回到身边的日子 让海沃婷 仿佛回到了两年前 那个时候 意外还未发生 他们准备结婚 准备度蜜月 规划着未来的每一件事 她曾经以为 他们会那样 直到白发苍苍 这是顾琪回来的第二个月 韩若婷坐在办公室里 心情稍显低落 震源于昨晚顾琪的一句话 今天 我们要个孩子吧 孩子 她和顾琪的孩子吗 爱长存机器人 的确能够以假乱真 可是 她毕竟还是机器人 哪怕有着共同的样貌 共同的习惯 共同的记忆 这段时间 她如理薄逼 小心翼翼地守着这个秘密 生怕顾琪遇上熟人 或者发现什么不对 从而暴露了她机器人的身份 就像那天的工作人员说的 爱长存机器人 一旦知晓自己的身份 便会启动自爆系统 人工智能 已经发展到了一种可怕的程度 爱长存更是超出了想象 他们拥有自己的思维 能够支配其行为方式 他们像死者生前那样生活 那样思考 因此一旦机器人的身份暴露 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也是安慕里公司 设置自爆程序的原因 外面的天忽然暗下来 有闪电隐隐划破天空 大雨将至 韩若婷的手机 低了一声 是顾琪的短信 我过来接你 她无意弄 一看时间才发现 已经到下班时间了 匆匆收拾了一下 她下了楼 外面已经在下雨了 伴随着天边的雷声 韩若婷站在公司门口 远远地看见马路对面 一把黑伞渐渐清晰 一致手指修长地手握着伞柄 伞面微抬 露出一张干净温润的脸庞 顾琪显然也看见了韩若婷 唇边泛起星星点点的笑意 此时 马路上车辆并不多 她一路走来却在即将到达时 听到一阵刺耳的鸣笛声 韩若婷梳的抬眼望去 心脏狠狠一跳 有一些刻意遗忘的记忆 如潮水般凶浓而来 那是两年前的一个雨天 他们从云南度蜜月回来 回程的路还很漫长 他们却很开心 一路说说笑笑的 她还记得车子当时播放的是 《一路上游女》 那是一首很老很老的歌 然后她笑着说 将我余生路上有你常伴 悟琪面色柔和 一只手开车 一只手伸过来抱她 意外来的那一刻 她听见刺耳的鸣笛声 还有尖锐的刹车声 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她脸上都是血 鲜血粘在眼睛上 争斗中不开 她一直在喊她的名字 如今又是刺耳的鸣笛声 韩若婷根本来不及反应 本能地扑过去一把推开她 两个人摔在一起 狼狈地滚了数圈才停下 悟琪撑着坐起来 脸色苍白 婷婷 你没事吧 韩若婷只觉得浑身都痛 海手揉着额角 意识有些涣散 司机跑下来 没事吧 我送你们去医院了 顾琪抬头 眼睛里都是血丝 昏 她抱起韩若婷 伞也不难一头扎进了鱼 夏天的阵雨来得快去的一块 韩若婷窝在顾琪怀里 忽然说 我想去宁大 顾琪脚步一致 我们先回家 明天去好不好 我要去 宁大依旧如当年一样 进门的大道上 种满了和欢 刚下过雨 落了满地的和欢欢 走到操场上 红色的塑胶 跑到一如记忆中的样子 韩若婷沉默了片刻 然后说道 我就是在这里 看你表演格斗的 我当时就想 这个人看着这么温弱 等会儿说不定一下 就被人打趴了 顾琪失笑 我看起来有那么弱吗 韩若婷装作思考的样子 有点吧 后来才知道你那么厉害 我都快无地自容了 一想到开学那天 在你面前搬搬弄斧 就迥了不行 你当时一定在笑话我吧 没有 我只是觉得你很特别 其实那时 她已经察觉到有扒手了 这要动手 就听见一声娇喊 她的动作很利落 看得出是练过的 后来又那样豪迈地 对她说不客气 让她有种啼笑皆非的感觉 明明看起来娇娇弱弱的 没想到骨子里却是个女侠 后来 听说大姨新生里 有一个很软萌的美女 室友飞扯了她去看 那天他们正在训练军体操 她的动作格外标准 干摔的时候丝毫不犹豫 让几个大男人看了都直抽气 她看着看着就笑了 回头撞似不经意地问 她没说话 又回头看她 她的确长得很好看 皮肤白皙 有一种娇男女孩特有的文静 一双眼睛大大的 下巴微圆 的确很转萌 她总会不自觉地注意她 当听到谁谁谁向她告白的时候 会觉得不开心 每次装作巧意 看见她一脸羞愧的时候 会心情愉悦 当她把这些告诉朋友时 朋友一副见鬼的表情 你不会是谈恋爱了吧 是谁啊 她想 原来 这就是喜欢啊 而且 身侧的声音 将她从回忆中换回 我记得 你原来是在艾莫里工作的吧 这个季节天气闷热 即便淋了云也并不冷 但此时顾其 却觉得浑身都泛起一股寒意 韩若婷带着微微的笑意 阿琪 你不用这样的 别说了 顾其一把抓住她的手 因为用力过猛而直接发白 我们回家好不好 她的声音从未有过的无助 仿佛隐隐带着祈求 韩若婷垂眸看着两人交握的双手 痛 她的手在刚才推开顾其时擦伤了 手上有很多伤口 顾其一愣 立刻松了力道 对不起 我带你去包扎 不用了 也只是疼而已 身体一僵 顾其深深吸了口气 倾天 韩若婷举起手放在两人面前 手掌上满是伤口 犯着难忍的疼痛 可是 却没有一滴血 你设计的机器人的确很完美 这样的痛感 就好像我还活着一样 可惜 机器人是不会流血的 你说对吗 Mr.Goo Mr.Goo 是当今人工智能领域最为年轻的科学家 也是爱长存机器人的发明者 爱长存机器人几近完美 他们会思考 会疼痛 会流泪 唯独不会流血 够了 顾其第一次在他面前失控 声音扬起 像是怒急了一般 静静 不要输了 求你 他温润的脸上 有泪滑落 韩若婷狠狠真味一下 但随即欣慰地笑了 阿琪 你能活着 我很高兴 灭顶的痛息来 顾其的唇一点一点鸣起 将她的痛苦彻底暴露 她的记忆不由自主地被拉回两年前 卡车撞上来的一瞬间 是韩若婷扑了过来 那样剧烈的撞击力度 有一大半都在她的身上 血色弥漫的车厢里 她倒在她身上 全身都被血染红 还一声一声地叫她 阿琪 你别睡 和我说话好不好 等待救援的那几分钟里 是她这辈子过得最漫长的一段时间 那时 她浑身都是痛的 脑子里模模糊糊的 想要昏睡过去 又被她叫醒 直到被救出 她才真正看清她的情况 从腰间到腿上 没有一块地方是完好的 她听见 有警察在叹息 脊椎还有腿骨全断啊 竟然还能撑到男人被救财断气 实在是奇迹啊 整个世界都变成了黑色 她在失去意识前还茫然地想 明明被救出的上一秒 她烦在笑 对她说 你先出去 警察马上就会回来救我的 阿琪 等我们好了以后就生个男孩吧 要像你一样好看 两年前那场车祸 活下来的根本就不是韩如亭 而是她 阿琪 忘了吧 我已经死了 一个机器人再怎么像 也只是一台冰网的机器而已 她缓缓地后退 你还年轻 不该就这样度过一生 有电流声 若隐四线 雾琪神色痛苦地看着她 静静 不要 话音未弱 一声爆炸声陡然响起 伴随着韩若亭最后的一句话 阿琪 我从未后悔 我这一生最不后悔的决定 就是那时扑向了你 你能活着 便是我最高兴的事 爆炸之后的草坪上 只有四散的零件 顾急呆呆地站在原地 一动也不动 她仿佛又回到了 刚刚失去韩若亭的那段时间 疯狂的思念 让她几乎绝望 已经高度发达的医学技术 也没有救回她 那么科技呢 有没有一种方法 让她的生命得到延续 爱长存 还你所爱 这下有可能是本世纪 最伟大的发明 一开始 只不过是因为一个男人 失去了心爱的妻子 而韩若亭 就是爱长存的一号 一年后 爱长存的第四轮售卖 一大早 爱慕里总部大楼外 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一个软萌漂亮的女人 站在队伍中央 仰头看着大屏幕里的广告 她手里紧紧攥着一张银行卡 终于轮到她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小时候了 她的目光从一进来 就落在了角落里的 一个男人身上 那是一个很干净的男人 看起来温润如玉 交了钱后 她温柔地握起男人的手 阿琪 我们回家吧 两个工作人员 看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身影 不由怯怯思语 顾先生这样真的好吗 从去年到现在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唉 柔人饮水冷暖自知 也许对顾先生来说 这是最好的人生了 在未来 科技也许可以让人的生命 得以延续 让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活着 可是那个人 还是你记忆里的他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